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想要繼承遺產 其實遺產是多出來的 又不是你自己奮鬥的 但仁俊要告訴我們 有一些去笑想不應該得的遺產 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 一毛錢都領不到 這個要先從法律進來講 我們在這個繼承篇裡面 有一個民法第145條 裡面被外界稱之為叫做不肖條款 意思就是說你如果要繼承遺產 結果被查出來 就是說你在這個繼承遺產者 跟之前比如說 因為繼承遺產 一定是對方死亡 可是在這個死亡過程當中 你如果做了一些的事情 是被認為你是為了要 圖謀這個遺產 那不好意思 你是不能繼承的 我先把這個事情先講出來 因為法條東西 我們不要去細講 但我們回來講這個案子 當時在民國一百零八年的時候 曾經這個警方 在天母有接到一個報案 講說有一個靈性的女子 死掉了 那這個死掉 但一般來講 報案通常都是會有這個 所謂的兇殺或他殺嫌疑 結果後來警方去查的時候 發現到這個涉案者 居然是這一個靈性女子的獨生 女兒 那這個故事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 這個 他的這個女兒 他小時候都去送到美國去探索 後來去探索 以後他就回到台灣 然後有一陣子是住在淡水 後來搬回去跟他媽媽住 這樣子 那他跟他媽媽之間 這個相處的這個狀況 其實感覺上不是很好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當時他覺得說 為什麼那天早上會發生這個事情 是因為他 他那個時候 因為他進行有房子 他就覺得說 現在馬蘇公司 跟他之間有一些這個糾紛 所以他就打算要告 那他就寫了一個狀子 這他後來跟警方說的 所以他就寫了一個狀子 就是說我準備要去告 結果說我剛才帶不去 就是說家裡只有我跟媽媽而已 還是媽媽給我拿去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說呢 他看到他媽媽的房間 裡面有一個布萊棍 布萊棍裡面放四百塊 罐子裡面放四百塊 他說他越想越不對 想說他媽媽放在罐子裡面 放四百是要把我去死嗎 我不知道他怎麼聯想的 但是他因為這樣 就跟他媽媽起了爭執 警方後來當時在調查的時候 發現到說 他當初跟他媽媽這樣 在那裡撞的時候 他一度拿那個美工刀 說抵住他媽媽的脖子 那那個第一次 第一次發生衝突的時候 其實媽媽那個時候 其實並沒有往生 所以這個女孩子 後來還出去說 我有事情要出門 出去以後你會覺得說出去以後 回來應該就冷靜了對不對 他沒有 他回來之後繼續 怕吐又繼續 警方那時候調查是說 他其實後來還怕他媽媽 你知道嗎 甚至用腳去踢他媽媽 所以後來死因判斷是說 他的骨折在家內臟出血 導致媽媽死亡這樣子 好 那這個案子 是不是就進入到法律程序 一審的時候 當時因為警方調查是這樣 然後檢察官調查這樣 好 重點是這樣 因為媽媽只有一個女孩子而已 所以媽媽死亡之後 媽媽是不是會有遺產 原本應該他獨得 對 我跟你講 其實繼承的順序就是這樣 因為第一個就是直氣血清 他本來還一直在狡辯 後來法官說 沒有 你現在案子就是這樣判 就確定 所以判他就不能得到這個遺產 然後遺產由他的舅舅跟阿姨 你領走 我另外講一個案例 比如說之前在這個天母 也有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是跟法拍有關 你要進法拍是這樣 有些是你不能先去看 那有些是你如果透過管道先去看 那重點是你進去投標單進去之後 如果你得標 你是不能隨便廢標的 因為你他就是底 比如說你一拍 二拍 三拍 那你的底標是多少 你寫進去之後 價高者得標 當時是有個案子 這個案子 當時也進到法拍 結果他的他那個那個得標者 當時是多少你知道嗎 兩千兩百四十三萬 當場所有人一正話來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底標只有一千出頭而已 你跟什麼兩千幾萬 你是來亂的 那時候一大一大就 結果你知道嗎 得標者應該是很開心 對 勢在必得 因為我倒你了 你比那多一千萬出來 當然你 他立刻就這樣 我要去標 寫錯了 不是成效的 所以打一千萬去你 不合你嘛 他說我寫錯了 我本來是寫 我本來是寫而已你知道嗎 我本來是一二四十 我本來是一千一百四十三萬要標 要打十萬就對了 我想說要加十萬 我說他想說 我要想要得這個房子 我想要加十萬 不是一千一百五十三萬 對不對 他說他也知道 那時候你寫的時候 他說有一支手給他扣你知道嗎 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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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個 他本來要寫那個右邊 寫左邊去 整個洞去 所以他變成是兩千 兩百 兩百多 可是大家會很好奇說 那個手 他說他在寫的時候 有什麼手給他扣 在左邊 後來才發現到那個房子 曾經發生非自然死亡的案件 沒有去跟他的阿公伯伴到 快點去結婚 他到底心情上是怎麼樣 他知不知道 他這個婚姻結下去 對他財產的變動有多大 他可能心裡不是那麼的清楚 但很多人要問的是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 有這樣子一個被動致富法 而且是亦來亦去 臺灣現在還有哪裡有機會 好 我們除了在講五億高中生 到十二點五億到百億高中生 其實除了臺中 包括我們講的單元寺 包括講的北屯 其實臺灣最快 最快翻身致富的地方 是竹北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來臺北工作 因為他就從新竹 畢業之後 他就說我要去台北打拼 結果他其他的同學 高職畢業之後就說 不用啦 我們就留在這裡就好 人家買了一個房子 從二字頭 三字頭 四字頭 五字頭 六字頭 現在實價登陸 已經到六字頭了 開價已經開到七字頭了 他們有說 其實在這個台科大重劃區 轉手上千萬 限制二級重劃區 轉手賺九百萬 這個就是竹北 竹北我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朋友 他也是買了 因為他是結婚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忍痛 他在四字頭以下買了 買了一個房子之後 那個時候的一個代書 就跟他講說你認識那個建商 然後因為他身份比較特別 你認識建商 你跟他再多拿一戶 我那朋友就說不可能 我哪付得起 那個說阿伯跟你說 這一定會去你那邊歡樂 他真的是買了兩戶 當時就是沒有阿伯告訴我們 對 我跟阿伯 他有都叫恩人 他買了兩戶 等到他是買預售屋 等到今年二月交屋之後 一戶多了一千多萬 是不是 上漲一千多萬 所以他把那一戶阿伯家 他買了有沒有 賣掉 他那一戶就貸款就付清了 就這樣子 所以你知道竹北是真的 真的是造就很多殘缺 好 那現在來講了 你有殘缺 就表示說你土地翻身之後 你賺很多錢 誰就來了 黑道就來了 黑道看到你有錢 馬上來賺百多賓 竹科那邊有個一對兄弟 陳姓兄弟 我們先講他們的故事 其中有一個最近 我們就覺得這個 這個新聞非常特別 有一對夫妻 然後這個先生 一個人在竹北 然後他是收房租的 一個月收四十萬 他被他老婆告了 他老婆在中南部 他老婆為什麼要告他 因為他們就是夫妻分局 然後先生在傳Line 那時候Line 還沒有那個回收的功能 結果竟然把他跟小三 在浴室裡面 嬉鬧的照片 傳出去了 傳出去之後 他老婆就去告他 氣死 氣死老名 就跟他搞 搞的時候 我們看那個起訴 律師給我看起訴 求償五千萬 大家想說 這個阿伯 看起來這樣 穿條件 這個太太怎麼跟他求償五千萬 拿得到嗎 後來去爬梳之後 才發現 其實他先生是新竹竹北那邊 以前的農地 然後就是把他改變 這個地幕變更之後 賺得非常多錢 好 再往前去查 我們再去看他的判決書 發現這個先生 他被老婆求償五千萬 最後是賠償兩百多萬 是 賠償兩百多萬 然後我們就回去 找他以前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他的爸媽 爸媽就是比較早就往生了 往生之後就留了很多很多 竹北的土地 給他跟他的哥哥 然後有土地還有房子 其中有一棟房子 他是租給酒店 酒店當什麼 租給黑道當酒店 然後那個酒店就知道說 他們繼承能大的遺產 要給他扇百多賓 就想說 你這樣一個月 把我收這個 房子這麼多錢 你也要來判斷了 他們去了幾次 就覺得那個氣氛不太對 就說不要不要不要 也不適合我們這樣子 後來有一次 這個黑道就跟他講說 那個續約 我們合約都簽好了 跟他的哥哥 跟我們前面案例的哥哥講說 你來一下 我們都請好了 我們就看在酒店的大廳 你不喜歡去包廂 你就去大廳跟會計 拿了就可以走 他就想說 這個黑道終於放過我們 沒要扇百多賓 他就開車帶著老婆 還有小孩 他的休旅車 在那個酒店的門口 把老婆小孩說 你們在車上等我一下 他要進去拿那個合約 一進去小弟就給我摸 就直接走進去了 走進去包廂 然後他就 我拿一個合約就要走了 進去就是一把AK47在等他 天啊 然後桌上又四把短槍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你現在來陪我們喝一下 不然你不給面子嘛 我給你睡除不行嗎 他說你不喝的話 這一把我們就去外面 外面有一台 要給他看那個monitor 只在休旅車 叫人開睡不知道要怎麼辦 就他老婆跟小孩在車上 他喝一杯就睡了 睡了起來之後 然後就發現桌上有一個碗公 然後有四個賽制 然後他就說 你剛剛跟我們玩這個十八道 輸一百步一百步 他也知道他看到旁邊 他也看到旁邊有那個本票 他說好了算了 花錢消災 是 那你去 我有肚子數多少 沒多少 七千八百 七千八百萬 哇 他真的是簽完之後 保密要緊嘛 簽完之後 當天晚上就帶著老婆小孩 就是坐飛機 就跑去澳洲了 那哥哥跑掉了嘛 這故事就回到弟弟了 然後黑道就去找弟弟 所以那個時候 為什麼他太太會那麼火大 看到他跟這個先生 跟小三西出獄的照片 因為他說當時 黑道也找到他們家 哥哥走掉了找弟弟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是全家 西家帶卷 還有五個小孩 一起飛去加拿大